在2008年的時候 中國國民黨在洪山出席絕對的生理 但是在這道法院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民意完全來翻轉 表示這種政治道經在完全沒有選舉的 2021年沒有讓臺灣人民接受 所以這道法院的成功 不是對一個政黨的成功 是公民社會的成功 第二 法院法與中國共發一帝 輸在臺灣民眾反感 譬如說法院裡面說到 國安法21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論 另外他說香港人是國民 另外還說黃捷來觀賞香港的物資 這都表示說奇怪 法院法怎麼會讓新黨、國民黨 以及共產黨的共發一帝 這沒辦法讓臺灣人民接受 第三 黃捷的市場、問題的生意 大家有辦法來接受 國民黨裡面有這個投資 作理會起訴的 高報的 有這個 跟阿強有關係來起訴的 還有這個貪污的、犯罪的、早期的 這些人 你去罷免一個文章 連鎖三個會議都拿到優秀議員的人 這個普遍 無法讓臺灣民眾接受 這三個不接受 也表示 未來如果要推薦罷免案 必須要有政動性 不僅是政策 不僅是親採取的理由 竟然是對臺灣政治 的一個新的企業和條件 作為臺灣人 如果共產黨在拿國民黨這支手情 打出霸燃的稱職 如果這樣 我們一定會站在第一線 來替臺灣人生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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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